我过的生活呀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是每天晚上夜里画画 从小就想画画 很多的这个观众夸我 称我是小画家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我说这一辈子要做画家 可是他当时在念我们书大的时候 根本不是一个好学生 有时候我会跟学生形容说 他像一个叛逆小子这样 他只是不愿意和老师完全一样 你教我我会跟着学 可是我表现的就不一样 他最有名的一句那个口号就是 我要隔毛笔的命 我要隔中锋的命 传统的技法跟传统的材质 没办法把你的心理思想落实 表现出来怎么办 在画室做实验吧 画室是实验室 要把心理思想借绘画把它表现出来 他想办法让原来水墨里面 加的黑色的线条的冲法 转变成白色的抽离式的剪法的 这样的一个线条 过去外国人都说 中国话是阴性会话 因为它都是黑线黑点 所以我把白线一加进去之后 中国话就阴阳二元论 就完全展现出来 讲到要创新的这条路 往往它是走在一个前端 当大家还带着疑惑的时候 它有办法去坚持去自我肯定 李福福松的话呢 是标标准准的一个创意产业 它绝对不是一个听在那里的路 它一直往前走 这样的一个成果 能够借着它的一个推动 去上波到世界各地 它真的很像是一个 推动现代水墨的传道士 我已经把发展水墨化 变成了我的一个信仰 我现在年轻人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坐标先找到 我们这个坐标 是中华五千年来的文化 横列就是受西方或者其他地方的 这些现代艺术的冲击 这两个交叉在哪里 是在台湾 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过去 中华五千年来的文化里面 去有选择地把它发扬光大 中华五千年來的文化